大馬士甲外圍以及阿勒普斯附近戰鬥 在安哥拉首都羅安達 由於太多人企圖進入一個劑涌的體育場 參加五旬節教會舉行的守夜活動 有13人被踩死 上海一個新火車站運營土月台下陷 五名工人喪生 泰國當局說發現一艘劑滿從緬甸西部出發 乘載羅興亞穆斯林難民的船 船上所有人將會遣返原居地 在阿拉斯加州沿岸一個轉郵台 因為失控漂浮 台上職員被迫需要設立